好 其实稍早之前呢 警政署长王卓军也说了 说这个开仓的嫌犯呢 是针对这个候选人 也就是特定的候选人来闹场 而这样的说法 我们要带你一块来听 当时这个灵性歹徒 就被台上的工作人员 以及台下永和分局人员 就已经逮捕 那身上有一支得志的 四四九零手枪 以及四十八发子弹 那这个灵性嫌犯 他是有毒品跟恐吓的前科 目前还在永和分局 接受征讯中 台北县警察局跟我报告 初步 初步征讯 灵性嫌犯 他是说 他是针对候选人 候选人 他是针对候选人 所以他到这个会场去 他是闹场跟针对候选人的一个行动 这么巧这个子弹就贯穿了连胜文 这么巧这个子弹就贯穿连胜文 当然这一点我们还继续要查证中 当时他是在台上吗 是近距离开枪吗 近距离 他有没有说他的政党请下 近距离 他总共开了几枪啊 目前确定的话 一枪 但是他会到这个会场去 攜带枪支到会场去 当然 我们不能够讲说 他是不是临时起义 好那么针对这个警政署 以及警方的认知说 这个嫌犯是针对特定候选人的 闹场行为 那么连站办公室的发言人 也出面表示说 他们并不认同 他们认同